好 這裡是夢國溝烏團 我們今天就是第1111日4條1 我們今晚這條片就是 呼籲大家明天星期一開始 就是去包圍立法會 因為呢 今個星期三大會就要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所以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我們要捍衛香港的議會專業 希望大家香港人 就同心協力去阻擋 以及去顯示香港人 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所以星期一開始 立法會議員和政黨代表 還有一些專業團體 我們就會在立法會外的示威區 就是責任履宿 就是要跟大家 香港市民一起 去捍衛香港的立法會專業 是今晚開始的了 這個包圍立法會 那他們就會 那些人就會通宵留守的 所以到時那裡會有一些狀況 都明白天氣轉涼 大家如果陪他們一起去留守那些通宵的 大家要注意保暖 那有些人不方便留守的 都希望大家六點鐘開始收工之後 就是去立法會集會 那大家我們互相呢 就是要這個 就是加油 因為呢 收割了議事規則呢 其實將我們香港人的血汗錢呢 就是浪費的 因為沒有理由呢 我們每個月出來 給那些立法會議員 七十個的 那現在只是叫他們 要有三十五個人 一定要坐在立法會開會 他們都言太多 他們有四十幾人的 那些這樣的 反民主派的議員 有四十幾人 坐三十五個都說不行 要改到二十個 各位 這個世界有沒有這麼好打的工 你那份工可不可以這樣 和你老闆講 糧就要出 工就不用做 上班是 連上班都不用上的 那當然 有些人會說 喂 那你民主派的二十幾個人 又不坐在立法會開會 喂 我們就是反對派 我們就是要阻擋政府的惡法 我們為什麼要阻擋政府的惡法呢 喂 過千億的工程去 超之幾百億 現在幾項工程是總共超之一千億 這些錢 是香港人的血汗錢 我們要用盡方式去阻止 所以我們不可以 你們反民主派 你們的水和黨 就要坐定定 你們要捍衛政府 去搶我們的錢 你們就要貼著那張椅子 現在你們連四十幾人 坐三十五個都說 坐不了 回不了工 你當我們香港人是甚麼 那當然 今天我們看到有個 這個 甚麼 反 這個支持 反善中 反拉部 支持改議事規則 黃國興 就是給人家一對就KO他 他說民意已經很清楚 這個是 要修改議事規則 反拉部 民意是很清楚 要的議員 是要繼續捍衛我們的錢 就是捍衛我們的議會規則 所以就要拉部 現在只不過我們在議會裏面民主派的力量 議員的席位是少 尤其是趁DQ了我們幾個 一個六個的民選議員 他們就成人之危去改議事規則 今天可以說 三十五人都不肯來上班 這個 香港人是否可以接受 錢就搶你的了 所以 明天開始立法會 星期一開始 立法會外的示威區 大家香港人 一定要出來 出來說給這個政府 說給那些北洋黨議員 你不要當我們香港人是傻瓜 不要當我們是豬 蠢豬 我們香港人 是明白是你的 星期一 明天見 好了